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盤獲的股市同學會 這個投資朋友 因為這個聲音還是美好 休息的這幾點還是沒有好 這次比較感冒比較嚴重一點 那也希望投資朋友自己關心自己的身體 因為最近這個天氣變化 很容易被傳染一些有的沒的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大盤 今天大盤又漲了316點 而且已經是連漲4天了 那這個連漲4天當中 那當然投資朋友一般人會覺得說這個大盤在漲 好像不錯哦 可是你們會發現 為什麼很多手上的股票卻沒有漲 而且還逆勢下跌 這就是投資朋友很納悶的事情 那這樣的格局會出現在什麼地方呢 投資朋友你來看 這個地方如果假設之前24416點 是左肩的高點 好那這邊會不會有可能是大M的大右肩 這個機會蠻大的 因為第一個它的量跟之前的量比較小 這已經符合第一個點對不對 就是一般左肩的量會比較大 第二個呢 右肩的量會比較小 好這是符合第一個 第二個呢 盤面的架構 盤面的架構就是右肩啊 常常都是由大型股去衝 很多的中小型股就開始往下 甚至於已經領先大盤先翻空 常常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所以投資朋友 如果他現在目前為止已經符合這兩種情況 有沒有機會會變成大M頭的大右肩 這投資朋友可能要非常非常的謹慎小心 其實我在這個地方已經秀這種圖卡 已經秀很多次了 代表我們大盤常常都出現這個問題 出現什麼問題呢 明明你看著大盤已經漲了316點對不對 可是呢 黑K 竟然比紅K還多 什麼叫黑K 黑K就是你開高走低 對不對 開的開盤的價格 到後面的收盤反而更低 這就會出現黑K 紅K是說 你開盤一直往上走對不對 收盤比開盤還高 所以是出現紅K 如果按理來說 你今天漲了300多點 316點 不是漲16點 也不是漲36點 投資朋友那應該是怎麼樣 紅K是比較多 黑K會比較少 沒錯吧 這才是一個正常的一個盤式的架構 但是你看到的卻不是這樣 那甚至於上漲的只有770家 下跌的有884家 還是一樣下跌比較多 所以這個行情你不覺得在這一陣子 都是走這個模式 所以都是因為你自己要去想看為什麼 你要去想清楚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如果這個地方是一個比較正常的上升波 我們假設這個地方一個正常的上升波 它是不會出現這樣的 而且已經不只出現過一次了 已經好幾次 如果你有看我節目 我已經講很多次 我會講很多次就代表 常常出現這個現象 沒錯啦 所以投資朋友你自己要去注意了 你看我們之前這個系統說 我唯一的多單 因為你現在做多真的很難做 今天漲 搞不好明天就跌 等一下我再跟你講 那有些股票 尤其是這陣子西光子很強嘛 好大家一直去追 追到最後呢 投資朋友今天又怎麼樣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好我們的系統在這個地方 它又出現一個長少上影線 這就是我跟投資朋友講說 很多股票就這個樣子 每次都留個上影線 為什麼 因為前面的賣壓很沉重 不是只有系統 很多檔股票都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未來有沒有機會再往上衝 就是要出現什麼 另外一次的換手量 這就非常的重要了 可是我們還是抱著 因為我說過最主要是因為它 之前沒有漲 而且還減肢 所以我覺得它的這個 未來的這個股價還有一個空間 那再來投資朋友 我們今天的空單 都把它補光了 為什麼 我覺得這個盤 它因為它已經有機會 再走這個右肩的話 代表它有機會去怎麼樣 挑戰24,416點的附近 或是說挑戰最少有到23850附近 那這時候到時再看 看整個盤式的架構 因此我們就先把空單補了 好這檔股票我不公布的 是因為未來有可能再去放空 我們只有小虧多少 0.71%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盤式 今天的盤式來講 對這個什麼 我們的空單比較不利的時候 沒關係 個股的部分我們先走 那包含呢 之前我們放空的 我一直遮起來的 這檔股票 就是152的提回息 你看 大盤有在漲 它有沒有在漲 沒有 但是我們一樣先把它補掉了 我說這個只是開胃菜 那甚至於像滑通 也是一樣我們空71的 然後我們先把它補掉了 賺了9.4% 投資朋友都賺不多了 只是說 你要怎麼樣去利用這樣的一個盤式 去避開風險 這才是重點 而不是說你一直看盤在漲 你的股票一直在跌 對不對像這樣 很多人有滑通吧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明明盤已經漲了4天了 連漲4天 為什麼這個股價一直衝不上去 還往下走 不是只有滑通啊 投資朋友 很多股票都這樣 好你來看 昨天有很多的一些個股 他昨天大漲 比方說像泰鼎KY 昨天大漲7.03% 對不對 今天呢 重挫跌停附近收盤 而且他收盤說是跌多少 9.6% 怎麼是這樣 明明大盤漲了300多點 投資朋友你自己想清楚 而且這檔股票也蠻多人去買的啦 還有另外一檔股票啊 就更熱門的叫聯亞 矽光子有沒有 我跟你講這矽光子的股票 好 昨天創高 漲了7.95% 當然很多人會拍手叫好了 那今天呢 分盤交易之後呢 投資朋友你看看 他已經分盤好幾次了 分盤交易今天竟然會打到跌頂版 而且是尾盤才殺下去的 這就套牢非常多的人 因為啊很多股票他在 這個應該是這樣講啦 投資朋友 他在衝的時候 當然每個人都一定拍手叫 可是當他跌的時候 大家又拼命一起 趕快搶得出 所以明天你認為他會怎麼樣 今天我相信看到跌停的 還有很多人沒有跑 為什麼 後面跌停已經來不及賣了嘛 對不對 所以投資朋友很多股票 你到現在目前為止 你有沒有去慢慢發現 很多個股 跟大盤的走勢是完全不同調 甚至反過來的 所以你就發現到奇怪了 大盤在漲誰在漲 台積電 有沒有 還有今天廣達也在漲 對不對 一些大型股在漲金融股也在漲 可是咧就是漲不到你手上的股票 為什麼是這樣子 就代表這當中一定有問題 那這個問題還沒浮現出來 所以我才一直跟投資朋友講說 你在這個地方你不用去怕 不用怕什麼 不用怕說放空該怎麼做 反而你要害怕的是你的多單該怎麼辦 好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想跟著我來做的 趕快可以撥到我們的鑽線 那尤其我跟之前投資朋友講過了 我說該做多的時候 只要這個盤 的盤式 是非常的健康 他就是可以帶著很多的一些族群 不斷的創高 那甚至帶著很多的個股 他一直能夠出現一個換手量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那大盤就是沒有問題 我相信就算漲到兩萬五千點 漲到上萬點 我都可以認同 可是投資朋友 你現在所看到的盤式卻不是如此 對不對 很多股票明明大盤在漲 他卻跟著往下跌 不是跟著往下跌 逆勢下跌才對 都逆勢下跌 你不覺得這盤總是什麼地方 你說不出來的很奇怪的現象嗎 以前你會遇到嗎 以前衝那一波24416點的時候 你自己回想一下 會有像這樣的情況嗎 很少對不對 可是為什麼這一波上去的時候 會變成這樣 那是誰在跑 投資朋友你自己好去思考這個問題 因為很多事情 我一直聽聽跟你講 你不見能夠接受 甚至於你也怎麼樣 可能還看不懂 因為你不會看整體的盤式 你只會去注意你手上的股票 所以我跟投資朋友講過了 包含像我們這些系統 我會報是因為 我覺得後面還有一個小行情 這個行情到底到什麼地方 我先不公布 等我出了你就知道了 好 再來用這個 我說過今天空單我先補 沒有關係 小虧先走 最主要是怎麼樣 遵守我們的紀律 再來 空單我們有賺錢的 你看 包含像提維希 我說重點為什麼它是這樣子跌 你有沒有去想過 大盤是往上漲的 連漲四天 包含像華通 他也是這樣子 一直在盤貼 所以投資朋友 你說很多股票是不是有跟提維希一樣 也有跟華通一樣 明明大盤在漲 他卻是往下慢慢往下跌 為什麼 誰在出 我說過 大盤在漲的時候 賞戶是不會出的 他們都認為說 總有一天 會輪到他的股票會往上漲 對不對 那誰出呢 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你看他K線圖就知道了 其實很多股票 K線圖真的就漲這個樣子 一天一天都在跌 跌不多 但是他慢慢越來越低 這就是投資朋友 你現在在做多你所遇到的問題 包含像達新材料 你不覺得很奇怪 你來看 9月份的強勢股 你扣掉10月不要看 9月份有多少人跟你推薦達新材料 一定很多人對不對 為什麼達新材料在10月份 竟然會出現急跌 很多人還是認為說 他在這個地方晃 代表拉回找買點 買了之後 今天跌破了關鍵點 而且高檔套勞又15天的籌碼 這個還怎麼辦 又傷腦筋了對不對 你想說還有機會 真的有機會嗎 那要是沒有機會的時候 你會怎麼樣處理 包含像戰績有沒有 又是一檔9月份的強勢股 絕對是強勢股 9月份我跟你講 他幾乎都在一直在慢慢漲慢慢漲 後面還噴出去嘛 所以很多人跟你講政績政績有沒有 6546的政績 好啦 大盤漲4天 投資朋友你想清楚 大盤連漲4天 為什麼政績連跌3天 而且 昨天跌停今天又跌停 不覺得很奇怪嗎 這個叫做 這個盤叫做回升波 如果是的話 投資朋友就不會有這種現象了 所以我才跟投資朋友講過 你自己要想清楚 現在你所面臨的盤勢 是什麼樣的盤勢 如果他真的是大M頭的大右肩 你把這個大右肩當作是回升波 那真的會怎麼樣 後面會輸得很慘 為什麼 因為等到這個大M頭完成之後 當他再往下走 那就不得了了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要趁現在 趕快是怎麼樣 第一個 降低你的多單的持股 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第二個 等他反彈再上去的時候 哪些股票開始轉落 我們可以趁他轉落之後的反彈 來做個放空 這才能夠避開風險 還可以幫你賺錢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現在的行情 你要步步為營 千萬不能太過於樂觀 等到哪一天他這個行情走不動了 因為量子出不來 哪天走不動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當你發現真的不對勁的時候 都是為時已晚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不知道該怎麼做的 趕快跟著政鴻來做 好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跟你分享到這邊 也祝各位投資朋友 操作順利 財源廣進 我們明天見囉 對 真的 那有Sense了吧 掰掰掰掰 我們還能不能再見面 按讚 訂閱 留言 跟我一起 輕鬆理財